日本著名的微型艺术家田中打野二度来台展出 超过150组的全新创作有像是将炸鸡变成风树 马桶变成雪山 也特别准备台湾美式代表珍珠奶茶连接到UFO 现在就要带您一起来欣赏它的微型世界 远看是金玉云 近看才知道是爆米花 而这一颗颗变黄的风树闪耀着黄澄澄的光芒 把镜头拉近一点才知道风树其实是炸鸡 一块块起司加上了骆驼跟旅人 把事件聚焦一点 起司也能变成沙漠 一堆人努力攀爬雪山 把镜头拉远一点 雪山就是马桶盖 一旁的卫生纸变成了瀑布 加了点创意让平凡的生活物品变得有趣 创作者是这位日本人田中打野 第二次来台参展 准备了超过150组的全新创作 当然也包括了自己 制作了自己的人偶 站在树下 这棵树可是花野菜呢 老师从2011年开始就会 每天都上产Instagram 就是在每一篇发想摄影作品 对 他就是从日常生活上的小物 比如说他今天去逛超市 或是他今天去哪里玩 然后突然有想法 他就会先把它寄在手机里面 然后他就回去就把它创作成一个 就是生活作品 去年吸引12万人次参观 这次准备了代表台湾的美食 珍珠奶茶 从来没有想过 一杯珍珠奶茶也能连接到UFO 这个珍奶的这个也很酷 有没有说 因为用成太空人 就是平常不会想到 就想说他就只是一杯饮料这样子 老师的想法就是很特别 他就想说珍珠奶茶 然后一个一个球一个球好像吸管吸上来 感觉好像像UFO在上面 然后就是什么外星人啊什么 明明都被吸上去的那种感觉 除了静态的作品之外 还有动态的 风靡日本和台湾的回转寿司 转身变成高速公路 一个个握寿司变成了车辆 盘子化身为高楼大厦 成为一座苏西City 颠覆物品的原貌发挥想象力 一颗切成四分之一的西瓜 加了几棵椰子树变成大海 西瓜子成了冲浪板 刮胡刀也可以变身为电子琴 演出史上最锐利的演出 变条纸变成了柔软的床 阅历也化身为脚踏车架 不按牌里出牌 将视角回到孩童时期 尽情发挥想象 不局限在对物品的固定概念和尝试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栗